我们现在到了彼得路亚丁药山 刚才开始个谷歌地图给我导航 左一圈右一圈 最后还是用百度解决的 百度有的地方还是挺好用的 这药山 真像一个古堡 哇这毛这么胖 太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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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咪 这好看 你长这么胖 美咪 特别胖 美咪来 美咪 这叫美咪 美咪来 她也好奇 美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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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挺漂亮的 嗯 在这边能看到 美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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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萨尔维亚纳维萨德最有特色的东西之一 现在可以看一下诺维萨德的全景 那个最高的就是当地最大的天主教堂 我旁边有一个老外好像在直播在干嘛 应该是在直播在河边聊天 他也是面对全球网友应该 哈哈哈哈 看看这边 这边是空间 云就在山边 这边特别的美 这边 再看一下远处最高的地方 挪威沙主教堂 景色还是不错 配着古特的欧陆建筑 去西方银维亚 尔维亚 在这边有对的地方 是带队的银维亚 那边还有一个 多脑河的游船 多脑河 周围两边特别的美 好像这拍的 跟眼见的 肯定是不一样了 现在 只有自己眼见 才知道它有多美 它还挺低导致的 这里边有一种城堡的感觉 类似 彩虹板 这就在山上了 这边好像还有住家 那边好像有住户 这一棵老树 应该是死掉了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树叶了 应该是天冷的关系 夏天应该要长出来了 这边炒得特别好 这以前里边应该是驻扎的四边 这墙的皮已经没有了 这墙的皮已经没有了 这应该是当地人写的 这是2010年 2019年 今年 这写的应该就是当地的文字 这个是10月22号 是上个月 历史的印记 看见一个这个牌的小车 这是什么牌的车 这两门的 转一圈看一下得了 这也不知道什么牌的小车 这车最少 最少得个四十多那样了吧 有没有 应该是吧 看一下不 走吧看一下吧 这个雷诺车怎么设计的 设计的那么难受 这边还有几台日本车 上面的格子特别肥 这里面好像要票 我参观这个 好像就是防空洞 山灵小车 里面我们就不去了 我们今天 应该往北州 往南州 应该往北州 好像是往北州 一会儿我查一下 啊 我们没有做攻略 嗯 就是除了台车 嗯 感觉差不多就行了 划一个大圈 就可以了 接着出发 小泡路 嗯小泡路 德国原转啊 小泡路 非常好开 非常好用 非常有劲 现在应该是 萨尔维亚的秋天 下一站去往 萨尔维亚的最北端 和匈牙利接壤的小城 这么久 曾上 ess 明天 dun 鼻描移 明天 вполне 美儿 没有调乱